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乘路堂堂 今天是星期天 我们昨天我们一家人打算就是骑车来龙泉山 当然不包括我妈哈 就是有猪猪 然后还有我和老三的一个表弟 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那种山地车嘛 打算去租车 然后一人一辆 他租车一天是60块钱 但是呢 租车的地方有点远哈 有点远 所以我们就没有租 还是坐着可以铁道的龙泉 然后就骑这个 骑小黄车小蓝车 然后骑到龙泉山吧 准备从成都骑车到龙泉山 别蹭了 一天再到龙泉山 我们还是希望后面有机会 就是亏骑车来 鞋上刷一下 现在就是越来越喜欢游氧运动了 上班买了一个这个小蓝车的月卡 我今天就骑它了 小蓝车吧 我总是个多福吧 对对对就这种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这是我的表弟 是不是我们家里面的人 就是叶子都比较高 还比女老师也小那么一点点 我决定了 我后面要去买一个专业的山路车 以后经常可以骑行到各种山去 哎呦 骑前走楼上318 哈哈 这个买的水太恐惧了吧 今天我们穿的都超运动 因为没有还车的地方 我们现在把车还了 然后徒步走上山去 哎呦 实在是台阶了 不过 到边边上这个银亮的地方 还是很凉 还有很多的风 我们就先来这休息一下 听说上去起码还有5公里以上吧 真的太热了 太热太热了 看我脸上这个汗 这个我们小时候刷过干 这是那种 那种 那种主要是 我就厉害到七个 哎呀对对对对对 是的 但我小时候还吃过类似 因为这种红色的 然后就洗它们下面的汁水 就甜甜的 小时候的记忆在这里还遭到了 好浓年 你看 你以前能到山寨 就刮到耳朵边边什么干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 哈哈 你们有没有遭到充年的记忆 哈哈 这边还有好多的菜 这个是二斤堡 辣椒 这一片 还有个茄子 你看好乖哦 低点少一个 再看是不是火香 火香啊 啊 这个火香 用来做火香鸡鱼 还有两边才可以 比较好吃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 紫色的辣椒 我从来没有见过 看形态有点像小米辣 我们终于走到这种小道的地方了 蚕身特别大 特别特别爽这种感觉 然后呢 现在就一点都不热了 都不用打伞 非常凉快 然后这次来龙泉山徒步嘛 本来是打算骑行的 结果变成了徒步 我就想找了一个那种非常安静 然后有这种蚕叫 然后有小鸟叫 然后全部都是树林的这种感觉的地方 来尝试一下冥想 就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这是啥 刀子呀 然后烧哦 这边水果特别的多 但是我们偶尔也能碰得上 那么几颗野生的 那种特别特别小的桃子和栗子 这家是大户人家呀 好多柴 这边全是 开火 结缘永世 就是拿农夫先去洗桃子 好邪恤哦 洗几点啊 嗯 洗桃子 我们哥哥都很疲倦了 好惨 这个还有个小的 好甜 嗯 熟透了 它里面真的是好连 我的天啊 这太可惜了吧 哇 这些桃子都来了 这都没人吃 一堆一堆的 接下键 接下键 好好搞搞这些桃子 对 一人一半 这个桃子好大一个 嗯哼哼